我目眉以求的目標 是挺有名的 是完美的句號 擁有七十年歷史的CRC Open 當中每個參加者都有著不同的故事 由清白八十年代尾的Michael Walker 去到二千年代的名將 許建業和湯家寶 以至到新升五萬營 都對CRC Open充滿回憶 我曾經建立的朋友 所以我現在也有同一同的朋友 這裡的朋友都非常好支持 在這裡的比賽 每次我玩這裡 我都很享受在這裡 我16歲時 和我現在的太太 就贏了這個運輸 那個比賽是很記憶 因為可以贏教我們的教練 贏得他們是很開心的 CRC Open對我自己最有意義 就是當我兒子出生 2005年 我就很堅持地操練我自己 希望贏得我最後的一屆 第六屆 因為我知道第六屆 有史以來 CRC Open 是獲得最多女單冠軍的一個選手 那個冠軍最終 都可以讓我獲得之下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很有意義 亦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在我2013年的時候 我同一年中 是獲得了兩個冠軍 分別是學生組的女單 以及公開組的女單 那個是我夢寐以求的目標 以及可以在同一年中 可以達到這兩個目標 令我很興奮 令我信心大增 一個比賽需要不斷進步 才可以押納不倒 CRC積極向外推廣CRC Open 令參賽選手更加多元化 亦令本地選手獲益更加多 是一個很棒的 它已經過了很多年 它有很大的進入 它已經很精緻 現在開始有幾個選手 從外國來的選手 我覺得這個選手很不錯 也會幫助地區選手發展 當時打工開組的時候 會對到一些外國來的球手 例如有台灣 有菲律賓和法國的球手 他們每一道地方的戰術 經驗都不同 吸收一下大賽的氣氛 對外國比賽也有很好的幫助 可以有七十年的歷史 而以七十年來的成功 最主要原因是 CRC這個會 以及員工所有的熱誠 對這個比賽 他們很照顧我們每位球手 無論你是冠軍人馬也好 或者你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選手 也好盡心盡力 希望你能夠完成這場比賽 令到我們所有參賽的球員 或者是家長 很有歸屬感 對這個比賽 我兩個兒子都現在有在亡眾訓練 我大兒子都打了 接下來第三屆 覺得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之前我和太太都打了這麼多年 現在到下一代打了 第七十屆CRC Open 即將於9月23日下午5時截止報名 想參加就要盡快交報名表 比賽詳情請瀏覽 www.crcopen.com 或者致電25777376查詢